嘻嘻嘻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華德 來玩我們的KO4STAR 今天是11月3日星期五 好 祝大家週末與快 那這一期我會來玩這一隻 奇妙夜月拜師三星 我剛剛把他從一星升到三星嘛 因為上一期我有抽到兩個記憶啦 好 目前 600抽是雙三星啦 那這隻可以到四星這樣 然後還有三張保底券 還沒用 好 目前雙三星 我今天就來玩拜師嘛 然後比較一下這兩隻誰比較好用 他們都有那個充能技嘛 然後可以轉轉轉轉轉 他是上下轉 他是左右 左右跳巴雷轉 喔 巴雷轉也是不錯啊 上來也是不錯 當然是打30層塔啦 那如果打那個 城市工廠的話再看看啦 城市工廠小兵沒那麼好清 好 那今天就來玩這一隻 但是 戰鬥卡我一樣還是用LUSH而已 傷害我有差 我這邊先隨便用一下 然後這個擴充城市裝備 因為我阿修有五星嘛 應該說九星啦 所以有刷還蠻多直裝的 我就隨便用一下 我就稍微用一下 我沒有特地挑那個幻影攻擊力跟氣勢 沒有就 有頭直的就用一下 因為他是雙頭直嘛 他的技能是 第一個是頭直 第二個技能會也是頭直 技能上是算漲風阿 所以他是雙頭直阿 然後 核心的部分 我就先點這樣吧 5450 然後 這個加3是因為那個擴充城市裝備 你也可以再去挑別的啦 我就隨便稍微挑一下 然後終極風暴 三星的話 要看一下他的效果 看一下他有沒有吃到 他的UE是 有這個效果啦 三星的話會有這個效果 然後 拜斯的話也是一樣吧 拜斯 三星的話有這個效果 因為他是LV-1嘛 喔這是PUE 不是UE阿 所以我應該是 就是待會來注意一下 他的效果是 靈魂碎片還沒有 現在還沒有靈魂碎片 三星好像還沒有 然後這個有一個終極驅動 終極驅動是這個嘛 PLWAG嘛 所以你先放UE嘛 阿阿的冷卻應該會減少吧 試試看 待會我們試試看 我剛剛沒有試 我就稍微玩一下而已 然後就先直接練了 好大概這樣而已 三星大概這樣 這隻運氣算不錯啦 400抽雙三星嘛 可以雙三星 那我現在是 有一隻可以五星 600抽有一隻可以五星 也可以啦 也可以 因為這隻也三星的啦 那圖鑑稍微複習一下好了 就複習三星的部分嘛 五星之後再看 好融合格洛加攻擊率60% 暴擊率10% 然後這是終極風暴 這個幻影之後再看 因為現在沒有啊不能看 原 рыbs 這一招就充冷啦 充冷就是一直 上下旋轉 形成一個圓圈吧 一個圓圈 這樣一直抓到 抓一個人 tout想一直摔�..摔 dobr..摔 這樣 扣防一下 然後再技能1 技能1有那個初雪嘛 然後轉完之後沒死掉再補個技能3 命中初雪狀態敵人可以造成1萬%的物理傷害 然後這邊有PVP啦 我PVP可以解除這個 這些極限護甲 超級護甲 護盾 好finish技 這邊也有初雪 馬丘爾的初雪是要觸發 要核心觸發 我印象中 然後他是技能1就可以觸發 馬丘爾有機率吧 但是你一直打出來就會觸發啦 這樣就是初雪而已 好你可以看啦 你可以看 立刻前往他就告訴你 有什麼效果 加爆傷這樣 大蛇一組 只是你回來之後又跑掉了 打手技能他是有終極護盾 跟那個 無界一樣 3秒 我看一下喔 敵人3名以上 加爆擊率喔 5名以上的話 加爆傷喔 7名以上的話 會富與富多 他不太一樣 他有分3名5名7名 就是怪少的時候你就加爆擊率啊 怪中間的話加爆傷 怪很多的話加盾 不太一樣 我現在才發現 我現在才發現啊 然後靈魂的話就我還沒看靈魂 靈魂因為可能要5星吧 呃 靈魂3或菲尼型命中初學 敵人 死期 溫血 並獲得靈魂碎片 喔這邊可以獲得靈魂碎片 靈魂碎片應該是 應該是標記吧 標籤 喔這邊有 喔這邊有 只能發動一次 無法對扭曲的冤魂發動 所以扭曲冤魂召喚出好像不能打是不是 透過PUE消耗 0 我沒有PUE啊 所以不能消耗 他會召喚那個扭曲的靈魂 到時候5星 再玩吧 4個一般點 受到攻擊10次或召喚超過10秒會毀滅 如果召喚時 場上有其他格鬥家召喚的召喚物 將會互相移除就對了 他是這樣說 這個還要在研究吧 召喚出來可以幹嘛 不知道 可能跟PUE有關吧 PUE我沒看喔 還好沒有靈魂 OK 大概是這樣吧 我們來稍微玩一下那個 30層塔 馬丘瓦三星裝上那個 扩充程式裝備 蠻好打的啦 這個應該也是啦 我先玩一場 雖然他沒有技能重置 但是他的E也是可以一次轉啦 這樣轉 只是說轉完之後 你要等那些敵人死掉嘛 我們先放這一招 再放這一招 盪有用嗎 還是要先那個 先放這個再放這個 因為這個好像冷卻沒有變少 我來觀察一下 盪有嗎 也沒有啊 還是說我沒辦法用啊 沒吃到啊 先放這一招再放這一招 沒有變少 退出 退出 這個很好打啦 打一下他就死了 都三星了對不對 怎麼可能還難打 我是沒辦法用是不是啊 因為我還沒有研究啊 我還沒有研究啊 呃...UE技嘛 使用時 英文碎片 爆傷增加7.5%嘛 最高150% 然後接下來使用終極虛洞 終極虛洞是這個啊 冷卻時間減少效果套用85% 可是沒有感覺耶 還是27秒啊 奇怪 還是25秒啊 還是喔 我懂他的意思 我懂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這邊原本是75% 然後你用他之後他會變85% 是我想的太美好了 我是想成這個25秒 減少了85% 我想的太美好了 是我想的太美好了 好 我懂了 就是你那個會更好按啦 他的意思應該是這樣 就 75%變85%這樣 因為以前的ES格鬥家或是 之前那些格鬥家都是85% 譬如說我們隨便看一隻 這個好了 覺醒MAX是80%喔 那那個85%應該會更好用 更好按 所以我來用用看 我們直接打30層吧 30層不會要打3隻吧 速度 basket 有手都再良好 unten 果然就要打3隻欸 直接把他秒掉 風球 有比較好用嗎 就那個冷卻時間看起來是卡卡的 畢竟不是百分百 再試一下再試一下 有沒有小兵的啊 小兵這個應該是鬼魂吧 我的靈魂碎片 我的靈魂碎片 是不是這個啊 沒有啦 可能已經觸發掉了 還是有點卡覺得 可能那個你從 你從75%到85%沒什麼感覺 沒什麼感覺 你看這個TTA還是 血是掉很快 那個馬切娃轉轉轉差不多 也是轉很快 好這是三星的 來試一下傷害吧 試試看再看一下 那個靈魂碎片 會消失嘛對不對 看他消失的那個機質是怎樣 好 放技能上的時候 獲得靈魂碎片 打初雪 然後 我如果要讓這個靈魂碎片消失的話 是 就是 UV吧 是不是 那他會消失嗎 應該是說我的靈魂碎片 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拿到啊 這個是 看OP 我現在OP多少 可能不太夠吧 打一下那個 戰鬥卡副本好了 今天就好好的研究一下 這隻拜師啊 那個死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就是我打他們 我那個攻擊力會是提升到死的 然後他死掉就不見了 最多是死的耶 那這個應該不是什麼靈魂碎片吧 蠻悶悶的 他沒有秀 奇怪 是因為我沒有五星嗎 就是我一直在看這邊啊 他就到死然後就不見了 再看一下喔 好這邊我自己先來看一下 好這邊我自己先來看一下 好我剛剛那個攻擊力上升10應該是指這個 就靈魂一打到之後他就會疊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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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疊到650% 應該是指這個啦 在靈能結束前 就是我靈魂一按折的時候他可以一直疊嘛 疊到10次 10次攻擊力上升 所以我應該是沒有觸發到那個什麼 靈魂碎片 靈魂碎片要用靈魂3 那個finish 打才可以 OKOK我來看一下 所以我待會就直接E3好了 直接觸發看看 這個要自己試啊 因為那個文姿說明太抽象了 首先我靈魂一按的時候會出血嘛 然後 他那個會疊加到10次攻擊力 就這個 下面那個疊到10 出來了這個 這個就是那個靈魂碎片 靈魂碎片要用技能3去觸發 然後我現在要2層 他沒有說會消失嘛 所以你 一定要E3啦 出血 因為那個小兵石很誇 出血就要結束了 就疊不了 所以我剛剛都沒疊到 然後這樣 這樣才3層而已 有點難疊 他有5層有沒有 而且好像一次只能疊一次吧 他好像沒辦法 因為你打很多隻怪 很多怪都出血是不是 啊又打BOSS了 我們再試一次吧 今天就不是傷害啦 我就把這個 搞懂他的那個極致 因為我是第一次玩嘛 我們直接E3 出血只有一隻而已喔 喔 有啦嘛對不對 你看 這樣好像比較多耶 比較多隻出血 然後你直接技能3 可以疊比較快 喔有啦有啦 你看3隻嘛 剛剛4變3嘛 4變7嘛 喔那我知道了 這樣我們就會疊靈魂碎片 就是怪壞死的時候 你這樣轉轉轉轉轉 可能盡量讓大家都出血嘛 然後直接技能3 然後直接技能3 2213啦 2213 不然就是按FIN去記 他說的 OK 所以疊了那個 靈魂 靈魂碎片之後 你再放UV的時候 可以加暴傷 我往這個機制你要疊出啊 就是你最好是 打小兵的時候才比較容易疊吧 打BOSS這樣應該比較難 然後這邊也可以消耗5個靈魂碎片 要5個 這好好難疊喔 然後每個靈魂碎片可以再加暴傷 你看這邊也有 那我們看到那個核心是在這邊嗎 5秒內會暈眩 他都死了 所以都可以20個 而且不會消失 他不會消失 他不會像那個 加攻擊力的BUFF一樣 時間到就消失這樣 OK 沒辦法對我們的扭曲怨魂發動啦 扭曲怨魂是我們召喚喔 不能對他發動 他的意思是怎樣 這個等我那個PUE2啊 再試試看 不然現在也是搞不懂 好 那這個敗絲大概這樣吧 三星敗絲 三星敗絲不是了啦 我覺得兩隻應該差不多欸 三星敗絲也沒什麼意思吧 主要是要看五星啦 不過 來這個也試試看 你就下一期 把這兩隻比較一下 今天就是把這個 他的機制搞懂嘛 然後再來掃蕩一下戰鬥卡復本 如果掃不到的話 就抽卡啦 就抽卡了 就只能抽卡了 先抽五星吧 先再兩百抽吧 雙五星啦 當然如果你要省的話就是 就是一隻五星 然後敗絲就不要管他了 也是可以啦 因為他是綠盾嘛 那個我有阿修阿 阿修是綠拳 OK 那就先這樣囉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微信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下見 大家掰掰